记忆甘蔗田 咦,怎么这么热烂呢? 在桃花西木林中觅食的杰丽塔 不停地转动着头,震了震翅膀 裙着圆圆的声响 无声无息地飞进想谈国校的老芒果树丛里 哇,原来是杰丽塔的阿公和阿嬷 一边用爪子梳理羽毛,还一边哼着歌呢 杰丽塔凑近着问 阿公、阿嬷,您们在做什么呢? 乖孙,大伙在聊以往的生活 以前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跟着长辈 飞到附近的甘蔗园里抓田薯哦 这里的田薯长得是又大又肥 肉质香甜可口 真让人回味在山啊 阿嬷亲切地说 我想吃,我好想吃啊 杰丽塔撒娇的要求 看到杰丽塔期盼的模样 阿公二话不说 哈的一声,张开翅膀 咕的一声 呼唤着大家一同前往记忆中的甘蔗田 这里是芒果田、凤梨田、黑板树林和古雕堡 阿公不停地盘旋着,但也疑惑地说 阿公急切地喊 奇怪,甘蔗田怎么不见了呢 临边西畔应该都是甘蔗田啊 阿公接着又说 好刺眼啊 这闪亮亮的一片是什么呢 杰丽塔大叫一声 阿嬷也抱怨着 你不知道吗 这是火龙果园 最近开始点灯的啊 但是不管大家说什么 阿公总是喃喃地说着同样的话 奇怪,阿公今天很不一样 我们赶快离开吧 杰丽塔边说边飞 等大家都飞远了 才警觉阿公仍在临边西畔 不停地盘旋着 持续地叫着 咕 甘蔗田怎么不见了呢 甘蔗田怎么不见了呢 临边西畔应该都是甘蔗田啊 阿公飞了一圈又一圈 说了一遍又一遍 太阳升起了 今天的桃花西木林显得格外宁静 杰丽塔家族在此沉沉地睡着 阿公睡不着 摇头晃脑地自言自语 我记得以前那里是一大片甘蔗田 晚上有好多田鼠在这田里跑来跑去 非常热闹 现在为什么要点着灯呢 田鼠怎么都不见了啊 傍晚一到田色彩钢岸 阿公急着张开翅膀往林边西飞 呼 杰丽塔急着回应 他飞进阿公身边大声地说 这不是甘蔗田哦 农夫彻夜点着灯 是要火轮火快快长大 阿公嘘了一声自顾自地说 这里原来是一大片甘蔗田 晚上有好多田鼠在这里跑来跑去 非常热闹 但是杰丽塔不以为意地说 这里不是一直都是芒果田、凤梨田、黑板树林和古雕堡吗 呼 阿嬷也飞出桃花西木林 慢慢地朝向林边西飞着、叫着 大家都陪在阿公身边 陪着他飞、陪着他说话 只是这一大片刺眼的亮光 仍在夜空中闪耀着 咦?怎么有只猫头鹰 左摇右摆地在树枝上晃动着呢? 杰丽塔很好奇 他要大家一起往前飞 祖孙飞进一看 原来是好朋友阿吉 阿吉 他嘴巴鼓鼓的 有个东西卡在喉咙 一副吐也吐不出来 吞也吞不下去的样子 且他痛苦地摇晃着 杰丽塔凑近瞧瞧 想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不一会儿 阿吉露出痛苦的表情 他闭着眼、缩着脸 又急着把脖子伸长 身体向前一摆 突然嘴巴打了开来 伊西看见一坨 带有橘色条纹的肉球 掉了出来 杰丽塔说 你知道亚洲井蛙啦 它还有毒 皮肤会分泌毒液 我们都不敢吃它的 这会儿阿吉又摆了摆身体 将残留在喉咙的泡沫 给吐出来 阿公关心地说 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乱吃 我告诉你啊 还是甜薯好吃 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到 甘蔗园里抓甜薯吧 杰丽塔和阿嬷互抗了一眼 觉得阿公真的好奇怪 这一回阿嬷呼唤着 要大家跟着它 飞回桃花心木林休息 经过想谈国小时 大伙发现一群小朋友 既兴奋又紧张 却安静地围绕着芒果树丛 大家好奇地 停在高高的橡胶树上看着 一位爷爷对着芒果树 轻柔地叫着 轻声介绍树上的猫头鹰 树丛上闪烁着两三双明亮的大眼睛 好像听懂似的转动着头 美丽极了 爷爷接着说 猫头鹰最爱是想谈的田鼠 一旦晚上 还有好多田鼠在这田里 跑来跑去 非常热闹 尤其是临边西畔 那一大片甘蔗园 好多田 爺爺用叫声呼唤着 猫头鹰也应喝着 星空下微风轻吹 猫头鹰愉悦的叫声 伴随着孩子天真活泼的笑颜 杰利塔大公仍喃喃说着 这里是一大片甘蔗园 晚上有好多田鼠在这田里 跑来跑去 非常热闹 留下雪 加入逸王 继续 集团 辑 开始 集团 叙让 最叙热 开 由于